超過一兩年,她幾乎可以不穿胸罩 我陽明山,這十七個老女人 我在這裡可以講喔 我在她面前不能講老女人 我在她面前要加妹妹 因為我都告訴學生說 你們年紀不能比我大 我今年十八歲,你們要幾歲 她說她十六歲 所以我在她面前都要加妹妹 那乳房,不穿胸罩 那就是肩頂的 如果你要讓這一塊強化 那第一個好處 讓你不容易感冒,不容易生病 因為晚上氣墊感染 第一個就是被我上淋巴怎樣 殺掉 第二個好處,讓你的乳房怎樣 到八十九十一百歲還怎樣 還是肩頂 但是我要的是第三個好處 第三個好處是怎樣 讓你五臟六腑怎樣 往上 這裡 彈性增強,能養三明治 整個內臟往上怎樣 提升 提升 你的眉氣筒就怎樣 全身的眉氣筒就提高 所以這裡要不要天天去捶她 所以早上起來 我為什麼叫你早上起來 這邊要按一按 看看有沒有痠痠痛痛 有痠痠痛痛 代表昨天晚上有沒有 被感染 被吸引感染 所以趕快抓一抓 喝個嗨水 去幫助你的淋巴 好,第二個動作 手這樣 用力往後拉 那往後拉的時候順便可以做一個動作 順便 腳的 踢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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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不到 踢到 就是表示在 膝蓋這邊有問題 所以踢屁股順便怎樣 去扣胸 扣胸的時候 這個 手臂不是這樣 這樣 扣不到胸 要跟肩膀一樣 高 去扣胸 扣胸 讓你胸部這邊怎樣 能夠厚實 第三個動作 手這樣 夾著 下方往下壓 吸氣的時候慢慢把它抵高 扶氣 吸 扶 他這樣抄過你的嘴巴 大哥 手要抓起來 抓 抓起來 要抓起來 要抓起來 蛤 抓起來 吸氣 可以讓它動一下 這樣 吐氣 這樣 這個動作可以訓練你上胸膝怎樣 這塊肌肉怎樣 比較厚 當你這塊比較厚的時候 第一個 提高你的免疫系統 不容易生病 第二個 讓你 整個內臟往上提 第三個 最後才是讓你乳房怎樣 不容易下垂 要夾緊 夾緊 夾緊 我們這塊肉 不 男人這塊肉 這塊肉 會撿撿撿 撿撿 好